這裏是平溪消防局第六分圍 那有什麼樣子 那有什麼樣子 那背後就是十歲街 你看我們正見 十歲街 有一個瀑布在這裡 忘記叫什麼瀑布了 回家告訴大家 我有來過這個瀑布囉 瀑布其實蠻漂亮的 錄一下 現在位置在平溪國中 目標是 真的有到一圈嗎 真的有到一圈嗎 目標是中央間跟錯樓山 看棒說 中央間 1.5公里 是嗎 寫錯了吧 為什麼叫十三反而言 應該不是1.5吧 真的寫1.5 怪怪的咧 好了 走了 這叫做野薑花 好香喔 這邊山上 這邊這邊也都是山坡上 這邊這邊也都是山坡上 好喘喔 好喘喔 上次我 有山往下走沒那麼喘 現在喘得不得了 天氣有著 就有山坡上 他就是一個尖尖的石頭 他就是一個尖尖的石頭 前進鞋 在我屁股下面這個大石頭的旁邊 這樣不能爬上去,還是太尖了 小小一個尖尖石頭而已 石竹間到了! 後面就是那個通頭間人線 中央間 就這邊 好了,趕快走了 不能浪費太多時間 好,現在所在位置 石竹間 後面應該是 九龍山 對面是 鼠狼間 然後 石竹間 風頭間是那個嗎? 可能不是,那可能是東風 風頭間可能更後面 然後 反過來這邊到去 這可能才是風頭間東風 然後這可能是中央間 好,走 哇 樹林 岩石大峭壁 就是那個光 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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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露營標示一下 為什麼要露勒 感覺是黃煙斑草 沒有路徑 路徑已經很不清楚了 但是 地圖上說 尖尖連峰的 第二峰 九龍山 就在我 前面的位置 下面那個坪地 但是 我就找不到一路可以下去 又上來 反正齁 錄影紀念一下 所以我也來喔 其實已經來兩次了 兩次都是這樣走過去 經過 我上次從風頭間回來 這次是要去中央間 路過 剛剛去持足 我持足間 現在 經過九龍山 錄影紀念一下 好 繼續走了 就經過就好了 沒有基點 反正 九龍山 無基點 四百六 繼續前進 今天的尖尖連峰 至少要去風頭間東風 然後 那個 中央間跟湊頭山 平溪中央間 湊頭山 GO YA 又到這裡了 那個 前輩說 這叫小頭風 就是 看起來 這個岩石啊 跟前面的 中央間山 長得一模一樣 有沒有 平溪中央間 哇 說這個是放大板 應該在我們 我們現在就在這個石頭的位置 是不是一模一樣 然後對面就是石筍尖 石筍尖 尖尖 尖尖 看不清楚 塑狼尖 什麼 十底觀音廟 什麼 十底觀音山 哇 不知道 好 風頭尖在看不到的位置 前面是 前面是 中間 下面比較小的那個 應該是我們等一下去的 風頭尖東風 好 GO 就在小頭風旁邊喔 有空的人就來看一下 這 顯然是要開花了 這是什麼呢 還是結果 不知道 不知道是什麼藍 這一看就是藍 有沒有看到 好特別的絕喔 好 自己變成這樣 你看 這到底是長出來了 還是 要幹嘛 剛長出來嗎 任牙嗎 縮成一圈 打自己打包好 很特別的 很特別的 回家研究研究 看這是什麼東西 此刻的心情一定是要記起來的 這裡是抖抖下 那 現在在哪裡呢 現在在風頭尖的冷線 那 我在 前面 最近的這個是風頭尖東風 然後後面是中央尖跟中央尖的甲山頭 抖抖下 待會要抖抖下 再抖抖上 先上 先到前面這顆 比較矮的 比較綠的 中間的 有一點點石頭 但是 紫皮比較多的 這個是風頭尖東風 然後後面還有一個 那個 那個叫什麼 搞不好那個 不是 中間的那個 那個 甲山頭 搞不好是那個 校24校3其中之一 好啦 不管了 反正就是這樣 然後呢 左邊 五分三 大球球 好 反正不管啊 現在我正在 平溪尖尖連峰上 記錄這一刻 OK 那對面就是那個 石筍尖跟鼠狼尖 還有 五四中軸 冷線 記錄一下 每一步都是要 Double check 因為 不一定看到腳 踩的路 然後你看 哇 從那裡到這裡 一座 一座有名的山頭都沒有 但是都是人線 都是上上下下 不停的上下 上下 加油 應該快到了 好啦 終於快到 風頭尖東風而已喔 我看可能 搞不好要放棄 中間跟臭頭山 因為 快晚上 快沒時間 想不到 風頭尖的冷線 跟上次一樣 沒有很好走 我很多時間走 每一腳都要踩好 不然就要叫人家救了 到底到了沒啊 是不是風頭尖東風呢 沒有排排 糟糕 還沒到 哈哈 怎麼會這樣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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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會這樣 嗯 應該是啦 排排咧 我一拍一下 這裡不是嗎 好 根據再三的 跑來跑去確認 這裡應該就是 今天 第三個山頭 風頭尖東 雖然沒有看到排排 不然也沒辦法 後面是那個 冷線 怎麼感覺後面比較高啊 看地圖這裡是 那個 那個 標示 風頭尖東風的地方 好 後面是 冷線 假山頭 到一圈 中央街 其實難度蠻高的 現在站的位置是風頭尖東風 雖然啊 旁邊都是 零頭 雖然啊 視野還是很好 因為這真的很尖啊 可是很納悶啊 為什麼那裡那麼高啊 地球是圓的嗎 呵呵 後面是 風頭尖的冷 對啊 風頭尖的冷線 不是東風 是風頭尖 風頭尖不在這裡啊 沒那麼近啊 這走好遠啊 好啦 不管了 應該 這裡都是 零頭 中央天東風 雖然都是零頭 但是還是 展望非常好 蛤 這邊就是 本來 今天預計要去的 可能去不了 中央間 欸 中央間 那前面那個到底是什麼 那是4加3之1嗎 來到一個 最重要的插入口了 為什麼呢 因為 跌倒好幾次啊 時間又很晚了 沒辦法了 不管是 什麼22分的湊頭山啊 60分的中央間 來回都 沒辦法 不摸黑了 而且又 滑倒好幾次 但是 後來超滑的 好啦 放棄了啦 所以今天就走 石竹間 石龍山 跟風頭尖東風 也沒有去風頭尖 風頭尖上次去過 那 其他的今天今天就不走了 沒辦法 太滑了 齁 湊頭山中央間從這邊去 然後那個 啊 不敢超滑的 太滑倒了 唉 好了 其他的孝子山啊 普羅山 石母峰 持人嶺都在下面 不走了 要回家了 好 東四閣越嶺古道 風頭尖 不越中央間 也不越湊頭山 齁 直接下平西果中了 拜拜啦 太乏了 太乏了 沒有時間了 要半摸黑 走了齁 拜拜 花刀好幾次 不要虐待自己 過過過 哦 東四閣越嶺古道 土地宮 非常近就有兩個 怎麼樣 對面還有一個 都來了 來去對面拜拜一下 盒子這一邊有一個土地宮 盒子另外一邊也有一個土地宮 非常棒 非常棒 好 非常棒 非常棒 好